16. 星島日報 環保水務股趁調整收集營利前景階 2015年7月9日投資王B10每日專題內地救市失效 港股昨日大插水、大跌時下,被險提財性少數值得七薪所在 如昨日菇白教興又新獲摩通唱好的環保水務股 就值得留意,環保水務股早前經歷一輪調整後,股值回到較合理水平 可趁事若收集,方祥信國J.與環保水務股是今年以來的熱門股 一方面受惠環保概念,另一方面紅葉具體支持政策水十條出台 水務股歷經多次炒作,並累積相當升幅 如昨日港股中少數錄得升幅的中途環保1363 一年升幅於56% 越海投資270和中國水務855同期升幅也於10% 不過,大使過去兩個月調整,水務股在政策紅利利好息放後 也轉入調整期,以一個月計,普遍大幅效行10%以上 即使是前期升幅較大的中途環保、中國水務 其內也分別下錯於17% 天津創業環保1065跌幅更高達43% 雖然如此,但股份基本面未改 加上現在資金被險情緒高漲 作為被險題材的環保水務股 料吸引資金流入,水務股龍頭北空水務和光大國 昨日就一度逆市飄升 雖然美市秀類大市下滑,但股價跌幅並不大 中途環保更修盛 大行也開始唱好水務股 摩東昨日報告即表示 內地水務股過去一個星期普遍下跌15%至20% 如國指則僅的7%已調整過多 該行尤其看好光大國際和北空水務表現 因兩股現時市盈率僅約16倍 低於歷史平均數19倍 而兩公司在內地經濟增長放緩下 盈利盈增30% 可見盈利能力強勁 同時環保國策的支持 也有利行業發展 受益股震盪影響較少本港上市的水務股大多緊在港上市 受益股震盪影響較少 有條件在聯市跑出 不過,監於市況較波動 投資者而選龍頭股 因受惠政策更明顯 且基本面普遍穩健 交值薄如為本港供水的月頭 是本港市借最大的水務股 區域優勢明顯 雖然該公司去年順利到退百分之一 但市場對其前景仍普遍看好 摩通報告就持續看好該股 並認為其潛在的並購機會 包括私有發廣東水務資產及母公司主資 都有利股價向上 該行維持月頭增持評級 目標價亦有11.3元提升至12.5元 另外,北控水務和光大國際同樣是水務行業龍頭 後市也有不少上升動力 中金就看好兩股增長空間巨大 同時給予兩股推薦評級 北控水務去年營利能力不足 全年順利上升於百分之六十五 同時,該公司今年初入股金彩控股1250 開始涉足太陽能行業 新業務對該公司業職有提振 野村最新報告就看好其最能受為內地水污染治理政策 維持其買入評級 目標價由6.6元升至8元 至於光大控股 去年主要受水務營利較低影響 營利少順 不過今年在水務行業復興 有望有驚喜 摩通預計 環保水務潛在並購及相關國策出台 可成為該股上升趨化劑 該可維持該股增持評級 最新目標價14.8元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